台湾的小孩会读书 但不爱读书怎么办 数时定业者推出点儿童餐送立体书的活动 以鼓励孩子爱上阅读快乐成长 数时定业者首度与儿童绘本出版社合作 推出经典畅销童书 并由专业的纸雕艺术家设计出立体的效果 快乐同餐送童书的活动 预计到今年年底我们就会送出300万本的童书 从即日起推出的四个礼拜的活动 我们非常谢谢格林文化以及洪新富老师 跟我们一起推出立体游戏书 每一周推出两本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鼓励更多小朋友爱上阅读 即日起素食店儿童餐随餐附赠立体游戏书一本 让小朋友可以动手体验立体书制作 边玩边学习 书上还有QR Code 只要扫描就可以观赏洪新富老师示范制作的影片 让小朋友学得更快更有趣 希望小朋友手自己可以做到 而且做的时候又不要太简单 因为要让他感受到说那个纸的变化 所以这个就是有时候 比如说像立体通常都是中间要凸出来比较有力量 可是我们平常做书的时候 图不会是画在中间 因为会有切线 就要移来移去就会很麻烦 希望孩子呢不只是阅读之外 他还有动手做的感受 而且创造随机的立体想象空间 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 另外呢实际上很多小朋友 我们希望他除了拥有这个立体书之后 他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再创造属于更多自己的立体故事书 创意绘本是最好的玩具 这八款经典的立体游戏书 除了故事内容丰富 具启发意义之外 更由意大利色彩魔法师之称的 朱利安诺绘制 每一页都充满明亮色彩与精巧的渲染技法 不但能培养图文件赏力 更可以提升孩子的阅读兴趣 素食店创意行销手法 除了吸引儿童课层外 还富有教育意义 让未来的主人翁养成阅读的好习惯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